中環海濱昨晚舉辦的戶外電影放映會 原定播放《蝙蝠合黑夜之神》 主辦機構其後引述香港電檢署方面指 電影暴力程度不宜戶外放映 必須改播另一套美國電影 美國媒體彭博上週不率先報道事件 內容卻不進不實 俄稱事件涉及港區國安法 客觀結果令人誤會今天香港 連一套普通娛樂電影也不能放映 事實上有關消息曝光後 一些別有用心意圖抹黑港區國安法的人 也積極在網上製造噪音 謠言喘測四起 內容極進扭曲 對香港非常不公平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日前去信彭博 批評有關報道非常誤道 與事實不符 雖然有關媒體其後亦有修正報道 但他認為大家都期望報道在刊登之初 應該要準確 陳國基又批評 報道仍然繼續指控今次事件 惹人質疑香港言論自由受到侵蝕 直斥有關說法 只是自我實現預言 特區政府官員去信外國媒體 澄清失實報道 這個行動無而值得一讚 誠言所有真正愛香港的人 其實都有責任說好香港故事 而要真正說好香港故事 正面展示香港真相 反駁抹黑言論 必須雙軌並行 缺一不可 再舉一例 香港媒體明報近期刊出的多篇專子漫畫 先後遭警察公共關係部 和勞福局局長孫玉涵 點名或不點名批評和反駁 特首李家超近日在一個訪問中回應說 政府需要包容所有人的表達權利 如果有部門覺得漫畫內容不公道 亦有發言權 他認為香港是有質素的社會 各方互表立場不是壞事 麻木啞隱只會變成縱容 令到各些有意抹黑和誤道公眾的人 日益囂張 澄清和反駁 只是政府在文明社會應有的舉措 絕不是打壓 亦不懈影響言論自由 意圖將政府部門的反駁和澄清 演繹為影響香港言論自由 這樣毫無疑問 就是不負責任 而且煽動仇恨 澄清和反駁不實言論 在世界各地非常普遍 早前英國維珍航空創辦人布蘭森 在日前世界反對死刑日發表網誌 評擊新加坡近乎明環不靈採用死刑 尤其針對涉及毒品的罪行 他又舉例 新加坡今年4月底處死 於2009年因為偷運約43克海洛英入境 而被定罪的34歲智障大馬男子 納加德蘭 認為有關做法有為保護殘障人士的國際承諾 對於這名國際知名人士的指控 新加坡沒有輕視 內政部上週六發表聲明 反駁布蘭森的說法 強調法院裁定納加德蘭 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不是智障 這點連辯方找來的精神科醫生都認同 聲明又指 新加坡的政策 自在保護國民免受毒害 死刑具震懾效用 又重新該國執法一視同仁 並不是因為種族偏見而處決馬來族或大馬人 新加坡的做法是最好的示範 說好自己地方的故事是任何一個政府的責任 面對不實的評論和指控 任由誤導和抹黑內容發酵和充斥輿論 最終只會導致2019年反修例暴動一般的亂局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責任說好香港故事 哪怕只是向身邊的親人朋友說出真相 甚至在網上留下真相足跡 這些看似細微的舉措 其實也會對香港有正面幫助